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最有感觉 今天我们要吃一种东西 吃起来好香的,但是闻起来很臭 对了,它就是臭豆腐 前面有一个臭豆腐 老板,可以跟你聊天吗? 可以 臭豆腐是白的比较好,还是黑的比较好 还是有什么区别? 差不多 差不多 有很多人吃的 很多人啊 就是说我们白的有时候没时间做 它是新鲜的,一做出来就要饭 白的是新鲜的,那黑的呢? 黑的,这个是长沙,很正宗长沙的 万圣维上三个礼拜五 还去他们搞白时捷,我的有趣 在那里也请我去做,做一天 生意好 他要一千多份 我们排了半天的东西终于等到了 不过今天因为下雨天,所以人也没有很多 刚刚阿姨都说平常都能够排很远的,对的 阿姨经常和她的女儿孩子一起去到扒州那边做展览 然后美食节会做很多很多臭豆腐 他们说一个小时都能够做一千多份 大家可以看到我拿到的,拿到这一碗里面有白色的和黑色的那种 我刚刚了解到,刚刚老板跟我说 这个白色的豆腐是比较新鲜的豆腐做的 然后这个黑色的就是从长沙给进的 然后我也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好不是好吃的 等我试一下先 老板可以有一点汤给我吗? 可以 这新鲜的豆腐很好吃,外面是脆的 里面很嫩,带一点辣味 特别是这个汤汁渗进去之后 里面豆腐很入味儿 黑色比起白色呢,我更加喜欢白色多一点 黑色的皮会有一点点厚 然后有一点点硬 但是豆腐还是入味儿的 但是白色也会更好吃一点 这个酸豆角的味儿很像我们那里的酸豆角的味道 我们那里是离长沙不远的一个地方 我刚刚说这两个白色的会比较好吃 黑色的会没那么好吃 我是怎么去评判这个的呢 可能大家都知道长沙都吃臭豆腐很聪明 如果说和这里相比的话 我也觉得这里并不会差于那里 然后我觉得它的精神在于它这个汤汁啊 汤汁的话会有点咸咸的,辣辣的 很入味儿,比较重口味一点 但豆腐本身呢,臭的话有点点味道 但不是臭味 吃起来的话就是很好吃 然后白色会好吃过于黑色的我觉得 一碗香香的臭豆腐都吃完药 不能说有特别特别出色 但是真的还不差哦 真的比起长沙的我也觉得不会差于长沙的 更大的乐趣在于这个下雨天 我在一个棚下面吃 看着路边过来过去的 然后我想起我之前有些身边的一些广州的朋友 会说臭豆腐黑黑的怎么能吃得进去这样子 但是天地良心啊,真的觉得可以吃很好吃